我们要回国啦 三年半了 终于可以回国了 机票已经买好了 这一趟回国呀 一年就白干了 但是开心爸还不知道 一会儿告诉他 看看他什么反应 开开一会儿 我们要去找爸爸 来 来嘛 我正式的跟你讲个事情 你讲个事情啊 我已经买了回国的机票了 今天早上四点钟就醒了 很想家嘛 然后一想家就看机票 一想家就看机票 就没忍住就买了 因为机票每天都比 一天比一天贵 但是有个事情 我要跟你说一下 我买了机票之后 我发现原来我买机票的 出发前的日期 是在开开心心还没放假 两天 但是对但是 我以为他们能在 那之前一个星期放假的 但是我买的 也还好我觉得 跟他们老是打个招呼 应该可以 如果说我推迟一点买的话 后面机票就越来越贵了 so how much was everything 你猜一下 I'm thinking about 1500 for first thing about 4500 差不多美金 对差不多 很贵哈 呃我差不多相当于 3万块钱人民币左右 it's actually not bad especially for summer time 嗯 sure well it's only one way trip right yeah you can compare with before 我们我们上一次回去 4个人的往返机票也就才2000多 2000多块钱 4个人的往返机票 还有之前他们小孩小一点的时候 不到两岁的时候 我们4个人的回国 回 往返回国的机票只要1000多 1200多 啊1400 你记得吗 因为那时候开开心机的机票只要200块 700 800 现在不一样 现在他们的机票两岁以上的机票就跟大人的机票差不多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哎呀 i'm happy for you you can go 还需要谢谢你给这个家赚钱 其实前几年回不去呢 主要是因为手续比较麻烦呀 价格比较贵呀 前几年回去的话会更贵 就是可能一个人的机票 要抵我们现在买三 我跟开开心机三个人的机票了 非常可惜 开心爸的情况暂定 但是我也是很期待 真的是很开心 然后我今天早上一大早起床 我就跟我妈说了 说要回国的事情 机票已经定下来了 他真的是天天天天都在念叨 赶紧回来 天天天天天都在想着 真的已经有三四年 没有见到我 没有见到开开心心了 可能连现在开开心心多高 都已经没有办法去估计了 然后我妈就开始筹划着说 要给我重新换一张床呀 我们结婚的时候挂的那个纱还在 我说赶紧撤了吧 然后开开心心的两张那个婴儿床也在 都没有动它 然后我妈说要给我换一张床 这个床太高了 要给开开心心弄一个房间 单独弄两张床 给他们买 还有要准备说 他说之前开开心心家里有家里的衣服呀 全部都扔了 包括我以前家里的什么化妆品啊 我的一些衣服也都给扔了 他说你们现在就是家里面 基本上什么都没有 回来之前要准备什么 要买什么 就是好像搞得我明天就回去一样 其实虽然说还有现在还有两个月吧 但是真的已经是太想家了 太想家了 还有我的弟弟也就是开心舅舅 也是真的是迫不及待了 之前开开心心在国内的时候 跟这局关系可好了 可喜欢他了 那个时候开开心心是只会说中文的 开开好吃吗 好吃 心心好吃吗 好吃 不管讲的好不好 至少他们是能够讲中文的 我们19年的时候 有大半年的时间是在国内待的 那个时候我们去了好多好多的地方 我妈带着我们到处出去玩 而且开开心心那个时候 还顺便在国内上了一个幼儿园跟其他的小朋友 包括呢还跟我奶奶有非常非常好的互动 就是我觉得这样子才是比较健康的一种关系 就像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这一种家庭生活的相处方式吧 真的我一想到就真的是很激动 然后那个时候呢 开开会跟我睡 心心呢有时候跟阿姨睡 或者跟我妈睡 然后我晚上有时候会忍不住点外卖嘛 然后开开有时候就闻着那个味道就爬起来了 那被他现场抓包了没办法 就只能分他一根鸡翅膀这样子 所以我给他看这个视频的时候 他还记得 他说他要回去吃这个很好吃 我的天 当然了 如果说回去呢 我也有一些比较担忧的 就开开心心 那一年在家里面病了很久 经常病 因为我们家是住在小镇子上 然后那边有很多工厂 然后那时候每个月都要被你去做那个物疗 他们已经知道怎么弄了 都不哭不闹自己就弄了 就经常咳嗽 经常发烧 希望现在大一点 抵抗力好一些能好一点 然后我也非常担心开心爸爸饮食的问题 因为他现在的饮食需要特别控制 我担心他会不会偷吃零食呀 自己不去注意了 一趟回国真的是全家人都很期待 尤其是开心外婆就是国内的亲切都已经开始待不住了 就等着开开心心回去 那我们在国内待两个多月嘛 一个暑假差不多 可能会有小伙伴说应该买往返的机票 但是呢之后的行程 第一个开心爸的行程不是那么确定 还有一个 我是中国护照 所以我在台北转上海是可以转的 但是我从上海到台北再到美国就转不了了 所以哎呀不管怎么样这个归家的心真的是没办法用钱去衡量 就是早一点订早一点了一桩心事 要不然我天天看天天纠结 怎么样能够更省钱 其实这个时间耽误的更多 哎呀看开心爸又在干活了 停不下来 所以呢他去我家 真的是大家都很喜欢他 因为真的是非常勤快 然后这段时间开心爸生病了嘛 我妈总是说你不要让他干活 你多干一点让他多休息休息 Do I got this money to buy the ticket? yes I'll buy my ticket 还没有买 但是等爸爸把时间定好了 我们就可以买了 Buy a gift for surprise 你想给婆婆买礼物呀 当然可以呀 你想给婆婆买什么 那我想一想 先看看你有多少钱 我觉得像开开这样的小孩 到哪应该大家都会很喜欢 我有一个粉丝跟我说 说他是远嫁的 回到娘家呢就觉得 虽然说是从小出生长大的地方 但是嫁走好多年了 跟之前的朋友也没有那么走得亲近了 跟家里人呢也多多少少觉得有点嫁出去了 自己像是外人 跟婆家这边呢 在这边这么多年 也没什么太多的朋友 而且原嫁 有时候跟老公吵个架都没有底气 哎呀 我祝所有的外嫁女生都很很的幸福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就像买机票一样 有一点冲动 但是也很爽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 拜拜